都说我会讲故事 其实我觉得就是历史学研究和上课 是就是连带非常紧密的 而且互相有所促进的这么两个环节 就如果你没有深入的研究的话 你怎么可能讲出真实的历史 但是如果你不对学生把真实的历史讲出来 这个历史怎么传承下去 所以其实这个大学的历史老师和这个中学的历史老师 是在完成历史教学当中不同层面的这个任务 但是这个前提非常重要啊 如果你给他讲了半天 第一是不真实的 那很麻烦 我们现在上大学经常遇到这个情况 说这神老师你讲的跟中学讲的都不一样啊 是刚才讲 我们现在教材是个问题 现在也正在修改 也正在弄 我想这个不管教材怎么样 是吧 教材是个大杠 是个引领性的 但是这个讲什么东西怎么讲 其实还是我们老师自己的事 你得想办法让这个学生能听得进去 而且能听得进真实的东西 这样到了大学 他就能接上特别是搞历史系的 他这个原来的那些知识 然后他在这个加上比较深入的研究 慢慢就走上历史学的这个道路 我想大概是这么个这么个过程 所以这个 我讲这还真实 我上次有一次在武汉大学 给那个大学生讲这个 就是讲这超越战争 讲完了一个数学系的 一个物理系的说 要转历史系 这历史太有意思了 其实观念就在我们老师怎么讲 你讲得好 那个学生兴趣一下就掉起来 他回去就会想 他就会去看 这样子慢慢的 就算他将来不做历史研究 这个航大 他的他这个在他的人生 这个知识的这个素养当中 这个历史的成分也会增加 是吧 所以对这个培养人总是有好处 下面咱们就书归正传 就讲这个超越战争的起源 我想这样子讲 我们我我先还是先讲故事 我先把这过程给你梳理一遍 就超越战争究竟是怎么爆发的 中国是怎么参与进去了 这个过程呢 我我可以这样讲 百分之八十都是档案文献的书里 就是我我书里头都有注视啊 但是咱讲课没法讲住了 但是我可以向大家保识 百分之八十都是原始档案文献 我对这些文件的解读 然后书里和把他们这个这个连贯起来 百分之二十是当事人的回忆录 他有些东西是没有无限的 或者目前还没有解密 所以当事人的回忆录其实也很重要 可以弥补这个档案的缺失造成的这个遗憾 即使是这样 其实历史故事都是有断裂的 没有一个历史故事说完整的任何细节都没有 就是漏掉 那是不可能的 比较好的就是 他大体上能够能够串起来 现在朝眼战争呢 这个问题就是从九十年代 中国档案解密 俄国档案解密到现在 应该说中苏朝这方面 关于这个战争的设想设计操作 和到最后的结果 基本上是水落水出的 但是这个还有很多 我说叫历史断裂的地方 一会我讲的时候我会点出来 就这个地方现在没材料 我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那么 大家都知道 朝鲜是1948年这个分裂的 分成两个国家了 那么分成两个国家以后 其实不管是金日成也好 还是这个南方的李承文也好 都想实现祖国的统立 他们都认为自己建立的这个政府呢 是合法的 而且是管辖整个朝鲜半岛的政府 你不要以为金日成 金日成你看着朝鲜人民民主主义 人民共和国的宪法 首都在哪 不在平壤 在汉城 因为那是朝鲜的古都嘛 所以 其实他们都想 通过自己的努力 实现这个 在自己的政府 管辖下实现统一 而且他们都认为 和平的手段 是不可能实现这个目标的 那么 就要通过武力 但是 当是苏联军队撤走的时候 和美国军队撤走的时候呢 都 没有留下重力气 所以实际上 他们想要通过武力 实现这个统一的这个 这个 这个 这条道路 是很难走得通的 金日成最早提出来 要通过武力 的手段 完成统一的是 1949年的三月份 他到莫斯科的时候 他就提出来 说 如果和平统一 难以实现 可不可以使用武力 斯大林非常明确的告吓 不可以 因为那样 在朝鲜办法 就会发生一场战争 但是 这一点倒是促进了 金日成 向苏联要武器 我们看 在49年的时候 就是苏军撤走以后 苏军是48年底撤走了 49年开始 金日成就不断的向苏联要武器 哎呀 说我现在面临着这个 这个南朝鲜的武力威胁 所以苏联呢 也后来也不断的提供了一些武器 这是四月份的时候 49年四月 金日成就派这个金一呢 到北平 当时毛泽东还住在那个双清别墅 在香山 就来要人来了 说我们现在没人 没 主要是没士兵 能不能把这个朝鲜局部队让他们回国 毛泽东很痛快就答应了 说你没问题 你先把那两个整编师带回去 剩下的 等我这个打完了 打完仗 我让他们都回去 所以这两个师呢 是七月份回国的 49年七月 剩下的一万多人 到了49年12月的时候 大概整编整编 然后在郑州集中 到四月份 武林年四月份回国的 那么在这次谈话当中 毛泽东也谈到了武力 解放南朝鲜的这个问题 我看那个谈话记录 金一本身没有这么提 但是我想毛泽东是猜到了 这个金城的本意 所以毛说呢 说武力统一原则上是对的 武装夺取政权嘛 这是中共的基本经验 但是你现在不能统一 为什么 他说我还没统一呢 你等我统一完了 我把部队都调到北边 和你一块打南朝鲜 很容易 他说咱们都是黑头发黄皮肤 他说他们也认不出谁是谁 就打不及就完了 所以金城呢 在这个苏联和中国都碰了地 这样就到了四九年的六月份 四九年六月份美军就撤退 美军全部撤退 所以七月份金城就提出了一个这个翁京半岛作战计划 所谓翁京半岛作战计划 翁京半岛大家看三八线都知道是吧 就是在这个叫西边一个小三角 那个就是翁京半岛 他是想把人民军呢 在三八线一字拍开 然后先打翁京半岛 如果美国没有什么激烈的反应 全线出击十五天这个解决问题 苏联大省史丽科夫觉得这方案非常好 进可攻退可守 所以就把它转成莫斯科 苏联人怎么讨论的 现在没有找到这个记录 但显然是是经过了一番思考 为什么呢 因为他一直到九月二十四号 这个苏联中央政治局 才做出一个决议 就否定了金日成这个计划 大概意思呢 就是讲 这个你要发动这个一个局部的战役 最后的结果就是引起大战 而我们 而你们现在没有做好准备 我们也没有做好准备 这件事是不允许发生的 至于统一 你只能用和平的方式 你就是多做点宣传 派点人过去收买人心 弄点游击队 打搞乱 就干点这就行了 什么时候条件成熟了 再说 所以金日成呢 非常这个郁闷 他接到这个这个这个通知以后 我看师弟胳膊给塞尼回点 说金日成看到这个苏联这个通知以后 非常沮丧 诶 又过了一个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 金日成 诶 觉得又是个机会 他给毛写了封信 你不是说的 你统一要就该轮到我了吗 说你看你现在天门城楼的上 你这 是吧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现在该轮到我了 但是当时的情况 其实我们中国人都很清楚啊 这个其实南方的问题 很多都没解决 就十月份的时候 别说什么台湾的 你连那个广西云南 这个剿匪还没结束 还有这个西藏的问题等等 所以毛泽东呢 就把这个金日成的污信 转给斯大林了 金日成又来找来了 这事你可怎么办 十一月五号 这个谁 给斯大林给了个回信 回电 说在朝鲜的问题上 我和你的立场是完全一致的 金日成还年轻 他不懂事 我来做他的工作 你就放心吧 所以我们看十一月十二月 来来往往的这个电报 就是莫斯科到平壤之间的 都是批评这个斯蒂科夫 和苏联军事顾问 说他们没有稳住朝鲜的局势 因为长鲜半岛这个沿着三八线 总是发生这个武装冲突 而规模都很小了 什么 但是不断 事务 事情不断 金日成这个和这个苏联大使呢 没有负起这个责任了 就是要稳定三八线的局势 不能让他酿成这个大事 大的冲突 一直到什么时候呢 一直到 一月十七号 发生了一件事 就是当时朝鲜 驻 驻华大使李中渊要上任 要上任的时候呢 金日成就给他组织了一个 这是送别的那个午餐会吧 就喝多了金日成 一会儿搂着这个苏联大使 一会儿抱着这个苏联的参赞 还想说我现在非常痛苦 为什么说现在朝鲜 南朝鲜人民都生活在水深火热当中 就等着我去解救他们了 但是斯大林同事就是不让我出兵 什么和平统一 他说根本不可能的 游击队也不解决问题 现在只有使用武力 当时他是借着这个喝酒 说他说我要面见斯大林 我要跟他谈 这实地克服吓坏了 因为赛林老批他 骂的狗血淋头的 所以他赶快就把金日成给劝走了 这会儿就撒哈 说你就喝多了你睡觉去 回来他就给斯大林写了一封长遍 就把整个这个事情经过告诉他 而且说金日成是醉翁之意不在酒 他借着这个撒酒疯 说出了埋藏在心里 这个又不敢讲的话 斯大林一直没有答复 19号斯大林收到这个电报 我们从这个电报可以看 19日收到 但是没有答复 过了11天 1月30号 斯大林突然发了一个电报 给实地克服 说请转告金日成同志 我同意他的计划 但是这件事情要做得非常缜密 要经过周密的这个商量 所以请他到莫斯科来 我和他当面 两天以后 2月1号 斯大林又追了一封电报 说我昨天说的那件事非常机密 不得告诉任何人 包括中国人 为什么 因为毛泽东还在莫斯科呢 所以你就现在别来了 等他走了以后 那毛泽东呢 是1月 不 这个2月17号 离开的莫斯科 进程呢 是4月10号 到了莫斯科 到了莫斯科以后 一直到25号 你想 谈了15天 现在关于金日成和斯大林的密谈 现在 有一个材料 是是斯大林那个 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的这个办公室 有一个日志 就是每天谁进的这个办公室 几点几分进 几点几分出 从这个档案上看呢 可以知道他们在莫斯科 克里姆林宫谈过一次 但是内容没有 其他的呢 都是在斯大林的别墅谈的 这个呢 就也都没有解密 其实现在看到的这个材料 主要是金日成当时带的一个翻译 这个人叫文日 后来这个人叛逃了 叛逃的后来很多 这个逃到中国 逃到苏联的 那个当时精神考清洗的时候 把这个苏联派 阳安派都给清理了 所以都逃回中国的很多 他这个人呢 就逃到苏联去了 文日 然后呢 到八十年代的时候 他写了本回忆录 就记录了他这个谈话的内容 那还有一部分内容呢 其实我们是通过后来的电报 后来在这个一些来来往往的电报当中呢 涉及到就是原来金日成跟斯大林的谈话的内容 主要谈了这么几个 这么几个问题吧 第一个就是关于 如果发动进攻 美国人会不会干预的问题 斯大林对这个比较担心 但实际上这个时候 斯大林已经得到了情报 因为关于美国人 是不是会干预长远战争的问题 49年斯大林是非常担心的 是如果要是发动进攻的话 就会引起这个美国的干涉 那么如果一旦美国的干涉 这个要是打过三八线 苏联又不能这个看着不管 那么就容易在东北亚地区 引起美国和苏联之间的冲突 所以他坚决五支斯大林 1950年的1月 这个当时美国的这个国务卿 爱奇逊曾经发表一个讲话 讲其实他是讲中国问题 但稍在手就把美国在远东的防御线 划了一条线 这条线呢就把这个台湾和朝鲜半岛排除在外了 但其实这个讲话 一年以前就是49年3月 麦卡斯在东京也跟记者谈过 所以 这个不是什么秘密 但是就是你苏联人相信不相信的问题了 因为远东盟军总司令也谈 这个这个这个麦卡瑟也 不是这个这个国务卿也谈 真正使斯大林相信了什么呢 是他截获了麦卡瑟和这个国防部之间的电报 而且破译了 麦卡瑟认为如果朝鲜南北双方发生战争 美国不要干预 就守住日本海就完了 那这就是原来美国战后设计的这个远东防御线 在这种情况下 其实斯大林呢 是心里基本上有敌 但他还是问金生 说你有什么把握 金生讲 第一 我发动的这是快速的闪电的战争 这美国来不及反应 说我南朝鲜有20万劳动党员 只要我这一开枪那边就起义 黎英外河四天拿下汉城 美国人没反应过来的 战争结束了 说他怎么可能干预 不会的 斯大林同志您就放心 斯大林当然 我想斯大林不是被金生忽悠的 他主要是他有内部的情报 所以这个是斯大林放心 但是还有两个问题 他也必须得解决 第一就是49年的时候 其实中国跟苏联两党是有分工的 而且是斯大林亲自讲的 说以后亚洲的革命就交给你们了 我们负责 苏联共产党负责欧洲革命 亚洲革命就交给中国了 那么现在朝鲜这么大的事情 你不跟中国打个招呼行吗 他开始不愿意跟毛泽东说是怕这事还没个头呢 毛一反对就不好办了 这事 所以他都谈完了 都策划好了 他觉得这个事得跟毛谈 所以他就跟这个金生讲 说你必须到北京去 你把咱们谈的这情况转告毛泽东 第二个理由 他说毛泽东是最会革命 东方问题专家 所以你这个将来你要出了事 苏联是不可能帮你的 他说因为我们跟美国有三八线的跨点 我们不可能帮你 但中国不受这个制约 所以到时候能帮你的就是毛泽东 所以你要一定要找他 金城就走了 走了以后 斯大林想了想 觉得还是得跟毛说一声 所以他五月三号给毛泽东发了一封电报 说前不久金城到我这来了 我们谈那些问题 谈的是什么 他会当面向你汇报 又过了十天 还没动静 这个金城 这个斯大林就有点着急 就给施力科夫发电报 说让金城到北京去 他怎么还不去 你这个赶快 施力科夫说 说金城说他不用去 说这个 他用不着中国帮助 但是这个还是在斯大林的这个指示下 金城十三号还是到了北京 到了北京以后呢 我们俩人就就谈崩了 毛泽东就不相信 说这个斯大林不可能同意你这个计划 金城就说 我确实是斯大林同志同意 他说你们想没想过 如果美国干预怎么办 如果帝国主义要干预 他说不会的 我们都少 俩人就唱唱起来了 晚上十一点半 这个周恩来呢紧急召见这个苏联大使罗申 说金城来了 说什么什么什么这些 到底是不是斯大林同志批准的 说你现在立刻打电报 到莫斯科去问 我们就在这立等消息 这个罗申就把电报发出去 发出去以后第二天上午 就是14号的上午 这个 这个谁 斯大林电报就到了 鉴于国际形势发生了变化 菲利波夫同志 就是斯大林啊 同意朝鲜同志们的意见 但是 这件事最后的决定权 在中共中央 如果毛泽东同志认为 现在不宜采取行动 那么朝鲜人民的解放 什么朝鲜民族的统一 就要推迟 到底怎么办 就你们俩商量着办 第二天 15号 这个毛泽东和金城继续会谈的时候 毛泽东态度就变了 说我不是不同意 你统一 我这个只是想让你再 我统一完了 你再统一 等我解放了台湾 我把部队调到北边去 跟你一块打 那不很容易吗 但是现在你和斯大林已经商量好了 让你先打 那么好 你就先打 我等着 你看你是 你是要 要人 还是要枪 你说一声 那金城一排凶土说 我所需要的一切 斯大林同志都给我了 扬长而去 走了 从 5月16号 一直到这个 这个6月25号 四十年 中朝之间 没有任何联系 所以6月25号战争 爆发 这个 毛泽东感到非常突然 他知道金城要打 但是到底什么时候打 这计划没跟中国人讲 怎么打 什么时候打 都不知道 所以战争爆发以后 这个 都三天了 金城想起来 哎呦 还没告诉毛泽东呢 赶快派人说 你赶快通知一下 所以毛很生气 说你不用来了 我这法国报纸我都看过了 我知道战争爆发了 那么 生气归生气啊 这个战争爆发以后呢 就立刻 出现了一个新的情况 就是美国参战 谁都没想到美国参战 但是美国第二天就参战了 他说25号爆发战争 在美国的东部时间 大概26号 这个谁开的会 杜鲁门开的会 然后27号就联合国 通过了决议 成立这个联合国军 美国飞机 28号就参战了 飞机海军 然后7月5号 美国陆军登陆 开始 最开始是小谷部队 在大田登陆 后来大量的军队 就在这个 釜山登陆 说美国参战以后呢 就出了个问题 这个金城能不能顶得住 一方面我看金城呢 是心里有点犯嘀咕 因为这个美国飞机一轰炸 他开始三天啊 非常顺利 所以28号就拿下汉城了 是因为空中没有什么防碍了 他陆军打 底下打呢 这个李承晚是光嘴上的功夫 没有好好准备 结果这边一进攻 这个就是兵外如山倒 三天汉城就被拿下 所以 这个时候 非常顺利 但是28号以后 情况就发生变化 就美军一参战 飞机一轰炸 这个朝鲜军队就乱了 金城就有点着急 我看他 这个好像 有点回音太大了 他就给那个谁 找那个苏联大使 他说现在能不能请中国人来出兵帮我 他说那既然这个美国能出兵帮助李承晚 他说这个毛泽东就应该能出兵帮我吧 但是一直就没消息 因为这个时候斯大林并不想让中国出兵 7月2号 斯大林让这个罗绅呢 建了一次周恩来 建周恩来的时候谈到什么呢 他说斯大林同志对美国出兵的事情 非常关注 希望中国同志做好准备 如果需要的话 这个能够向朝鲜提供军事援助 中来说这没问题 说我们已经做好准备了 现在已经有四个军开赴东北 其实没开赴了 他们也没做决定 因为成立东北这个边防军的决定是7月7号做出来了 然后大概7月底才向那边开把集结 但是我想7月2号他一定是跟毛泽东商量好的这个事 所以他就答复苏联 说我们已经做好准备 然后四个军就去 但我们有个条件 如果中国出动陆军的话 希望苏联能够出动空军 协助我们作战 这个 苏联大使当然没这个权力了 他就汇报了 汇报7月5号 这个谁啊 这个斯大林就亲自给这个毛泽东和周恩来发了一封电报 其中讲到 如果美军越过三八线 中国出动陆军 苏联出动空军 协同作战 这个电报非常重要 以前这个电报没披露的时候 中国学者和俄国学者争论非常大 中国说啊 说这斯大林出尔反尔 因为他后来说不出空军 苏联不是苏联了 就这后来的俄国学者说 没这事 这原来就没答应过 所以无所谓 这个这个出尔反尔 现在看这个电报呢 斯大林是是说过这话了 只是到后边 他他只是他没讲什么时候出动 这个 出动到哪 这个没明确说 但是这也是后来中苏两国发生分歧的问题 那么七月五号这个事过了以后 这个美军的这个干预呢 他还是没有挡住这个朝鲜人民军的像潮水一般的攻势 所以到了呃 八月份的时候基本上就这个这个 这个战争就已经推进到洛东江了啊 那么就南朝鲜三分之二的这个领土已经被北朝鲜这个掌握了啊 但是到了这个时候 呃 就出现了比较大的问题 就是美军一个登陆部队越来越多 而且战线缩小 所以集中这个兵力来对抗呃 北朝鲜人民军就在洛东江一线呃 战争进入了这个就是呃 呃 凝固的状态呃 就交交着在那儿 就谁也打不过过去谁也打不过来 这个时候毛泽东给这个谁给斯大利给这个金日成呃 连续呃 传递过三次信息 说你现在是最危险的时候 因为你的后方完全这个呃 暴露在敌人的攻击之下 没有任何这个防守 一旦这个敌军在你侧后登陆的话 你就会陷入被动 所以你必须把重兵力调回来 防守这个东西海岸线 如果你没有重兵调回的话 他说我可以出兵帮你 哎你在前面打 我守后方保证没问题 其实这个消息呢 呃也告诉了苏联人 但是斯大林这个时候还是不想让中国出动 所以一直这个呃 没有答复不论是给中国人还是给这个朝鲜人啊 这样子这个时机就错过了 错过了以后就一直就到九月十五号 九月十五号人川登陆一举成功 其实这个人川登陆是很难成功的 我我到人川去了两次 就是看那个地形到底怎么回事 他主要那个他那个海滩的海水非常浅 啊很难 这个就是军舰很难靠近 除非涨大潮的时候 这个军舰才能这个靠近海岸 但是几个小时你必须得得取得胜利 否则的话这个潮水一退 你不就那军舰就搁浅在那 你下次大潮来还不知道哪年哪月呢 啊 所以麦卡瑟提出这个计划的时候 所有的这个官员 国防部包括白宫都反对 没有没有一个人赞同 但是麦卡瑟那会牛啊 这事归他管 我就这么定了 后来果然一举成功 你想美国一百多艘船船 七万多人登陆 这个金日成防守的兵力 在仁川不到两个营 几百人 那怎么守得住 所以美军一登陆成功以后 立刻兵分两路 一路南下就包围了在这个 那会儿 洛东江防线已经突破 已经压缩到这个 这个 釜山了 就把这个人民军就被包围了 再一部分北上 没有两天就拿下了汉城 所以这个形势就非常危机了 九月十七号 周恩来召见了朝鲜大使 说朝鲜政府 如果现在需要中国做些什么事情 还来得及 同那边也跟苏联人讲了 说这个 我们建议就是 中国军队往南调 他没说的那么明确 但是看那意思就是 中国现在可以出兵 帮助朝鲜守三八线 因为朝鲜没兵了 北朝鲜这个就是三八线以北 已经已经没有部队了 但是苏联还是不同意 斯大林 做了两件事 第一 他发了很多电报给苏联顾问 说立刻把这个 洛东江这个战线的所有的部队 全部调回三八线 第二 就告诉金日成 说革命最重要的就是坚持 说你再坚持一下 说当年这个我怎么坚持了 就讲这个 这个 十月革命以后内战 不是有几年 说这个当时十几个国家包围 他说我们就是信念坚强 所以我们就坚持下来了 所以你就坚持 但是中国出兵的事 斯大林没做任何反应 过了几天 当时朝鲜人非常着急 我看了他们那个朝鲜劳动党的会谈 这个政治局会议记录啊 他们几个商量 说说这个 现在已经到了最后关头 这个是不是我们要邀请这个中国出兵 所有人都都说 必须 必须邀请中国人 说要不然咱们就这个很难支撑这个局面 这个我看金日成说了一段话 说这个斯大林同志给了我们一切 给了这么多钱 还给了这么多现代的装备 现在我们把仗打成这样 请中国人来帮助 斯大林同志会怎么想 他就不敢再提 因为他以前也提过一次 这个让中国出兵 斯大林就没反应 没反应呢 他当然就明白 斯大林是不愿意让中国出兵的 所以这个时候能不能提这个事 怎么个提法 金日成想了半天 说就跟他这个身边 就他那个翻译 就是叛逃那个文日 说你啊 你去苏联大使馆 跟这个苏联说这事 后来文日就去了 去了以后就跟斯大林哥不讲 说这个 现在这个朝鲜的情况非常危急 能不能请中国出兵 斯里科夫就问 说是这个金日成同志的意见 还是你们政治局做了决议 他想一想说都不是 是我个人的想法 他不敢讲 他说是你个人想法 那就算了 但实际上 他还 我看他电报里头 还是把这个情况 反映给斯大林了 斯大林没反应 这样一下就拖了十天 这十天过后 所有的机会都没了 为什么 因为朝鲜人民军 已经全军覆没 没有一支整建制的部队 逃回北方的 也就是说三八线 现在大门洞开 没有一兵一卒防守 就面临这么个局面 9月27号 朝鲜劳动党政治局 再次召开会议 哥尔格一商量说不行了 不论是谁 现在必须得出兵 苏联也好 中国也好 再不来咱们就真的玩完了 说也别找谁了 也别请示了 直接给斯大林写信 这个金城就直接29号 直接写了一封信给斯大林 你不是让我们坚持吗 说朝鲜劳动党和朝鲜劳动人民 为了国际无产阶级的利益 流进了最后一滴血 我们单独对抗美帝国主义 什么英勇奋战 什么什么什么 现在实在坚持不住了 所以我希望苏联能够向我们提供 如果不愿意看着这个朝鲜王国 希望苏联的提供直接的军事 就是出兵了 如果您认为苏联不便采取行动 那么是否可以帮助我们组织一支国际志愿部队 他都不敢提中国了 斯大林老不同意吧 他也不知道斯大林到底怎么想的 所以他就说 能不能帮助我们组织一支国际志愿部队 10月1号 斯大林回电 锦城同志 最近我在南方疗养 你们那发生了什么事 我不太清楚 那看来现在你真的是遇到困难了 我以前跟你说过 在朝鲜的问题上 苏联是不便出面帮忙的 不过你不要着急 是有人是可以帮助你的 那就是中国 我现在呢 我来跟毛泽东联系 你等消息 所以10月1号 斯大林同样发了封电报给毛泽东 你不是一直想出兵吗 我看现在是时候了 你准备出动多少人 何时出动 速告 电报很简单 那前面还说了几句 什么我在南方疗养啊 什么什么什么 之类的事 10月1号 毛泽东收到这封电报以后 这个立刻做出了反应 10月2号 他就起草了一封电报 给这个 斯大林 说中国呢 是计划 10月15号出兵 第一批部队四个军 然后还有第二批部队 等等 就把这整个计划告诉他了 然后呢 后边就讲 那个说 但是中国武器装备不行 需要什么什么东西 拉了一个非常长的 这个武器清单 然后还有一点 就是苏联空军 希望苏联给空军援助 当然我们公布这个电报的时候 87年 一头一尾都没公布 一头就是 这个抱怨金城 说我早就跟金城说 让他防备帝国主义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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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预 他就是不听 现在惹事了 吧 不过没关系 我来解决 然后中间那段 这公布了 后那段也没公布 后来呢 就是10月2号召开了一次书记处扩大会议 因为这个事是大事 出兵的问题 是吧 我想在此之前 至少我现在看到的材料 毛泽东 除了跟周恩来以外 好像没有召开过这种正式的会议讨论这个问题 所以10月2号那次书记处这个扩大会议 应该是是第一次讨论出兵的问题 结果大家都反对 这个我们看不到记录 只是有很多回忆录都都反映 说这个包括彭德怀啊 后来这个杨尚坤啊 反正很多人了 回忆录大家都都表示反对 这样子毛泽东那个电报就没发出去 后来不知道怎么 这个 那秘书整理文件 最后就在大案馆整理的时候 后来就把这个作为 已经发生的事情就刊登出来了 后来闹了很大的学术界 闹了很大的乱子 就是那个俄国因为登了一封电报 因为这个不是毛泽东电报没发出去 没发出去他要答复这个斯大林嘛 所以10月2号的晚上他召见了罗申 跟罗申说了下边这番话 说中共中央多数同志多数领导同志认为目前不宜出兵朝鲜 理由如下 讲了几条 第一什么中国连年战争 这个部队厌战 然后什么这个民主党派反对出兵 中国武器装备太差 没法跟美国人打等等 反正列了好几条 但是这还不是最后的决定 我们还要召开会议讨论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金城 不是斯大林一方面给金城发了个电报 他没讲这些情况 只是说中国正在讨论出兵的问题 说你再等一等 然后他给毛泽东发了一封电报 你不是说这个现在时机不成熟 他说其实现在是最好的时机 为什么 他说二战结束以后 这个这个这个德国没了 意大利没了 日本没了 这个法国英国也衰落了 他说你看看现在天底下 说资本主义国家现在就剩一个美国了 只要你我联合起来把美国打垮 离世界革命成功的日子就不远了 你的台湾问题顺便就解决了 而且他说美国人其实没有那么可怕 他说美国兵我见的多了 他们上战场就是卖点咖啡 卖袜子什么不干正事 战斗力不行 比这个日本人差远了 等等 那么毛泽东其实他还是主张出兵的 只是别人都反对 所以他也那会也不变这个就硬下决定 所以10月4号5号呢 就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 特别是把彭德怀和高岗调进了北京 来参加这次会议 彭德怀来晚了 他10月4号下午到的怀仁堂 一进怀仁堂就发现气氛不对 说原来政治局开会 跟毛主席那开会 大家非常随便抽烟的喝茶聊天的 嘻嘻哈哈 都今天早上没人说话就低了个脑袋 不知道怎么回事 他说我一言未发 然后开完会杨尚坤就把他讲说老彭 咱俩喝酒去 然后就把下午的事 他说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跟这个彭德怀讲了 说主席啊坚持要出名 大家都反对 说这事反正早晚要找你 回去以后果然九点钟 那个不是这个晚饭 吃完晚饭的时候 那个那个谁 邓小平来了 到北京饭店 说老彭啊 明天上午九点 毛泽东风泽园单独召见 你准备准备吧 所以彭德怀一晚上没睡好啊 他自己写的那个回落 说一夜辗转未年 就不知道主席要跟他说什么 他想了半天 后来第二天早上就去了 说一进风泽园 毛泽东 老彭你说该不该出兵 结果彭德怀说什么 说我看两种情况 如果苏联这个完全撒手 就咱们自己跟美国人打 不要去 你根本打不过 没用去了 如果苏联半撒手 还能帮你把中苏联合 那我们跟美国人还有的一拼 毛泽东一拍桌子 老彭啊 等的就是你这句话 走吧 上会上说说去 拉尔特就进了会上 怀仁堂 然后就有彭德怀那一番慷慨陈词 这个报纸上都登了 什么中国参战 不过就是解放战争晚几年嘛 反正现在也是烂摊子 还不如打完了一块建设 基本上讲了这么个思路 那么毛泽东坚持 彭德怀又挂帅 说别人没得说了 说行吧 那就打吧 这个中国参战的决定 政治局会议在十月五号下午 正式做出了 然后十月六号就召开了第二次国防会议 部署这个具体的安排 这个 十月八号志愿军就正式成立 而且毛泽东就通知了金日成跟斯大林 那么现在唯一的还有一个问题 没解决 就是苏联的空军到底什么时候到 怎么跟中国配合 因为我看这个军委的这个档案 十三兵团几次发电报 问说空军何时到 如何与我军配合 说这个来了空军 别炸了我们自己 因为中国他没从来入军 没有跟空军配合过 所以大家都比较担心 第一个不知道来不来 第二个来了不知道打谁 别人那么配合不好 把自己给炸了不是 所以你看这个军方的担心 其实很有意思 我看军方的电报 但毛考虑当然是政治问题 所以他十月八号给斯大林发了一封电报 说我们已经做出了这个决定 怎么怎么样 就跟他通知立法 但是还有些具体问题呢 要跟你商量 我派周恩来和林彪同志立刻去见你 现在他们的飞机已经过了国境 这样就是十月十号 周恩来和林彪就辗转到莫斯科 最后到了黑海 就是斯大林的疗养地 索期 结果十号 这个一谈又谈崩 斯大林就问了说 你们出兵有什么困难没有 正来就是明确讲我们有两个困难 第一就是中国的武器 现在跟这个苏联差 不是跟美国差太远 苏联能不能提供现代化的武器装备 那斯大林说这个没问题 你要什么给什么 要多少给多少 好 第二 就是中国没有空军 很难跟美国的海陆宫三军作战 所以苏联能不能提供空军援助 他这个也没问题 只是这个空军的准备的时间比较长 这不像陆军 陆军就打个背弯扛枪林就走 说这个空军技术 技术性比较强 这样 你们先去 两个月 最迟两个半月 苏联空军就上 周来一听当然不干了 说那再过两个多月 这账不打成什么样了 说不行 最好咱们还有一块去 就两家吵来吵去 争来争去 最后周来说 要不这么着吧 我们再准备两个月 等你们准备好 咱一块去 周来不是 三军说你再准备两个月 那就不用去了 还是你们对马上 现在是什么救人如救火 什么什么什么 你们那马上上 周来就坚持不干 说你空军不到 我们不去 没法去 因为这个恐怕 我猜想啊 这个没有文献 但是我猜想 这恐怕是他去莫斯科 之前毛泽东给他的底线 就是必须得让苏联 绑着苏联一块打 这才行啊 咱们是肯定得去 但你不绑着苏联不行 老朋友也不干啊 最后 说到最后 那算了吧 既然这样 这个你们也别去 我们也别去了 通知金城赶快撤退 到沈阳建个流亡政府 拉倒 这就没错了 太轰烙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